立陶宛的狼母酒 立陶宛的狼母酒 台灣公布說打算接收立陶宛本來要 走往中國的兩萬瓶狼母酒 現在這兩瓶狼母酒都要來台灣賣啦 那這兩萬瓶狼母酒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我們不講政治 不講什麼台灣大陸然後立陶宛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酒本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自立陶宛的香甜狼母酒 卻有兩萬多瓶一度面臨海上漂流命運 台九這回意氣香甜立陶宛 直接買下本來要進大陸被拒絕入關的 兩萬支黑狼母酒 台九公司宣布首批六千瓶狼母酒 將於大年初一開買 這兩萬瓶黑狼母酒呢 現在就變成台灣這週最熱的討論議題 大家就翻了翻淘寶 然後發現在淘寶居然只要賣 三十多塊錢人民幣 為什麼跑到台灣來 要賣六七百塊呢 是在坑台灣人嗎 這個是傳說中的自由民主狼母酒嗎 小姐我在錄影 No 這週呢在台灣居然 黑狼母酒成為了最被討論的話題 哇我覺得這個 狼母酒產業都要流下眼淚了吧 狼母酒可是一個還算是小眾的烈酒市場啊 居然得到這麼多的關注 但是這個立陶宛黑狼母酒到底是怎麼樣呢 來我們來求證一下 首先我們在網上稍微查一下就發現說 台灣的這個 裡面就評論指出呢 這一款立陶宛產的 Propeller Dark Rum 實際上它不是來自於立陶宛 它只是公司在立陶宛 它真正原產地裡面的酒呢 是來自於加勒比的 Trinidad那個小群島千里達島 但是呢我抱著一罐的求食精神 我就看看到底是哪裡有說它是千里達來的啊 你怎麼就知道它千里達來的呢 然後我就插來插去啊 這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狼母酒評論網站 叫做rum rating 你小姐你可以不要在 你就給我 你就給我考在這 這個rum rating網站呢 我看還蠻專業的喔 因為我自己還註冊使用了一下 然後發現它還真的不是可以隨便評論的 上面評論呢都至少要有50字 這個算是一個蠻高的標準了吧 所以呢這個Propelor Darkroom立陶宛這瓶酒 在上面呢只得到了5.2分 嗯如果是在以前學校的話 那就是連60分都不到 那就是完全不及格的分數 下面有六條評論 其中有一條我看了就這一條 好像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狼母酒評論員所說的 欸那它講的話我們應該可以信了吧 裡面這邊就提到了 這一款酒它實際上是來自於千里達 而不是來自於立陶宛 因為立陶宛實際上是不產糖的 而糖就是狼母酒最重要的原料 但是這個原產地不是立陶宛 也不是說它詐欺 或者是欸它用了一個什麼 傻措的方法 實際上非常多的烈酒也都是這樣子的 他們會把酒買來 再自己貼上一個label 這個做法沒有什麼大不了 欸但是我就想到喔 如果是在威士忌產業的話 這個叫做individual bottling 那實際上這是一個高端市場 才會做的事情 那立陶宛這瓶酒明顯 它的評分這麼的低 而且價格也就六七百塊 那這應該是中低端市場啊 欸我去查了一下發現 果然 在狼母酒的世界裡呢 實際上這種購買原酒 然後呢自己再貼上標籤的做法呢 有分成兩類 一類呢就是我剛剛說的individual bottling 另外一類呢叫做private labeling individual bottling呢 就是也是走比較高端路線 它的意思就是說 像在威士忌裡面 不是有很多大的品牌嗎 比如說Johnny Walker啊 然後Valentine啊 那這些大廠呢 他們肯定會想要維持 他們每一次量產的威士忌的質量 跟味道的統一性嘛 所以呢他們在大量產的時候呢 偶爾就肯定會有那麼幾次 就是某一批次裡面的某一桶 然後可能味道就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不是說它不好 只是它不符合Johnny Walker那個味道而已 這個時候呢 很多厲害的威士忌的小公司 他們就特別收購這種 欸有特殊味道的這種桶 然後呢就買回去 然後自己再獨立包裝出來出售 所以對於威士忌玩家來講呢 其實這種individual bottling 才是最貴的 而且最有收藏價值的 因為它這個就再也沒有啦 它每一次都是獨立的 所以individual bottling的酒上面呢 都會寫得非常清楚 是哪一個批次的哪一個桶的什麼 單位會寫得非常清楚 它一整批次賣完之後 它就真的是再也沒有了 它量都是非常少的 就會有非常多獨特的味道 可以從individual bottling裡面買到 啊這個就是非常高端市場 我所知道的IB的威士忌 可能就是正常的size 都肯定超過5000的 就是正常的700ml 一定超過5000 那我後來查了一下呢 其實在狼母酒的世界裡面也是一樣 也是有這種高端的individual bottling 但是明顯這是立陶宛的 這個就不是 它就它的評價就這麼低 所以它其實是另外一種方式 叫做private labeling 這種private labeling的做法呢 它一樣是這家公司去從另外一個地方買酒 但是它是大量的從那邊買酒的 它是可以批次生產的 它不是像這個IB那樣子特別去收購一些獨特味道的 然後呢變成一個collection 它就是跟一個原酒廠商合作 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呢它就貼它的標籤 我自己看啦 我自己research這麼多 其實這種private labeling呢 立陶宛這家公司來講的話 就會變成說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酒裡面有什麼 然後它是用什麼做的 也完全不知道它是哪一個酒廠出來的 所以呢它的品質等於就變得 不是說不行 只是它的味道就是沒有任何保障的啊 然後你也查不到任何東西 因為你看像是其他的中低端的酒 像是bacardi 那它雖然價格比較低 但是它至少它是有自己的酒廠的 那它就是它就自己在那邊做 但是這個立陶宛就是 但是它就還把做酒這件事也分出去了 嗯好吧 所以我也看了一下 這好像是一個在狼母酒裡面 節省成本的做法 所以很明顯嘛 它的整個酒就是鎖定了低端市場 好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然後我在那邊找這個立陶宛 狼母酒到底是什麼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了 外國網友非常好笑的一些評論 哇他們真的也是蠻毒的耶 你看這邊reddit也轉發了這個新聞 台灣居然買了2萬瓶的這個立陶宛狼母酒 哇開始酸了 所以喔中國拒絕了這個立陶宛狼母 不就是因為這個東西完全是從 不會做狼母酒的人手上做出來的東西嗎 有夠酸 喔更好笑的是 這家公司mv product集團呢 它根本就已經沒有在賣狼母酒了 為什麼會有2萬瓶的狼母酒送到台灣來呢 這不就是欸他們之前產出來他們不要的垃圾嗎 欸這是他們講的喔 這是國外的國外的人講的不是我 台灣is about wasting money for nothing 台灣完全就是在浪費錢 喔他們這完全真的就是無意義的PR行為 their at least either care about messing with China or simply just want their money 台灣你的朋友呢實際上 只在乎跟中國的吵架跟中國的動爭 只是想要弄中國而已 或者是他就是單純想要賺你的錢 這個 嗯 來自外國有人的評論給大家就是台灣觀眾們看一下 喔台灣買了它 那誰要從台灣那邊買它呢 當然就是台灣的消費者啦 天啊我也是不知道誰要買這個酒 說實話就是六七百塊的狼母 我是真的不敢喝的 因為我以前實際上最討厭的烈酒 就是狼母酒沒有之一 就是bacardi 以前在欸高中大學剛成年那個時候 大家就喝酒嘛 同學就帶來了一瓶white bacardi white rum 哇那次喝完之後我真的是 刻苦鳴心我到現在都再也不敢喝white rum 真的是超級可怕 臭到不行 我就不知道 好對不起可能有些人喜歡喝嗎 但是我還是想講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喜歡喝醇飲的bacardi 然後bacardi就是五百塊左右 那這一瓶呢現在也就是六七百塊 呃六百六百多塊 那 那 這個價格的rum就肯定是很可怕啊 怎麼喝的下去嘛 反正我我肯定是不會買的 不出於什麼原因 單純就是低專的老母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哇台灣再次證明他們就是全世界的垃圾桶 只要有人給他們錢他們就會當你的垃圾桶 哇我真的是沒有想到國外的網友 reddit上的網友這麼的毒欸 他們應該就是國外的鄉民吧 台灣政府呢仗著他們民主的權益 在分享非常多的雞尾酒recipe 真的是超酷的 我也超想要去台灣 在台灣還存在的時候 我真的分不出來這個評論是在諷刺還是他是認真的 大家看得出來嗎 他到底在開玩笑還是他真的想來台灣 請留言告訴我好嗎 我分不出來他是不是在開玩笑 沒錯我也看到台灣的官方呢 發了非常多的 所以說到這個老母酒七尾酒要怎麼做 就是要來推這款老母酒 國家發展委員會小編 在臉書分享四道利用此款黑老母做出的變化料理 老母酒香法式吐司調酒 然後再來是香煎牛排 再來是酒星巧克力 我覺得他這樣做也是對的啦 因為這一款低端老母酒呢 是不適合純飲的 是完全不能純飲的 那你當然買來只能搞一些變化啦 其實說到老母酒本身的 我自己最近真的是超級超級喜歡 我最近唯一在喝的烈酒純飲的 就是老母酒 欸我上次有給大家看過 來來來推薦一下 這是我前陣子買到的一款 老母酒 其實老母酒純飲真的還不錯耶 就是好的老母酒的話 這個當然就是所謂好的老母酒 像是你看剛剛那個rum rating網站呢 我這一瓶可是八分 八分的高分好嗎 喔 這個叫做高端老母酒 然後立陶宛那個叫做低端老母酒 不是我在講 不是我在講 剛好我也可以給大家簡單推薦一下 之前每次都很多人在問我 但是真的 反正我喝的酒呢 我是一輩子都不可能接到業配的那種 因為這兩個其實不是太好買 因為它實在是有點太高端 有點高端 這些品牌呢是永遠都 對我永遠都接不到業配的 所以我覺得我就隨便給他們 出自我的內心大家廣告 應該也沒什麼吧 就當作是 給大家宣導一下 老母酒其實是很好喝的 哈哈 老母酒真的是很好喝的 像這一瓶呢 它也是顏色偏神 它也是在中南美那邊 它是El Salvador那邊所產的 其實像現在呢我也特別做了一下 research 老母酒整個市場在全世界來講 是一直處於佔比越來越低的 趨勢是越來越不好的 整個市場是這樣 但是老母酒唯一帶動它的呢 就是高端老母酒 所以這個立陶宛這個低端的呢 我不知道欸 它應該就只是提供了就是產品的多元性吧 因為實在是 我想不出它有什麼利潤可賺 因為這個東西它也才兩萬瓶說實話 而且呢我也看了一下這個公司 立陶宛那家公司 它本來也就是產VACA為主的 那個就比較合理了嘛 那邊本來就是很會做VACA的 說回這一瓶rum 我真的是超級推薦大家的 如果你們買得到的話 它是一個叫做Sihuatan的牌子 它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唯美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這一瓶呢就是在講說 他們那邊的女神 它那個小鎮裡面呢 旁邊有一個山 然後那個山呢 就是很像那個女神的側面 就是這樣子看 這個臉呢 就跟它那個山的形狀一樣 所以他們就覺得 那是一個女神在那邊睡覺 然後就有點像大地之母那種感覺啦 那個女神就變成是 滋養他們這塊土地的那個女神 而這一瓶呢還是Limited edition 又有更多的故事了 反正總之 然後你看這裡還有超可愛的 就是那邊瑪雅人 瑪雅文明的那種金字塔 而且這一瓶非常非常香 非常非常smooth 它就是聞起來很甜 其實狼母酒呢 是聞起來甜甜的 然後喝下去也會有甜甜的尾韻 當然我講的是比較好的狼母 本來就是甘蔗啊 蔗糖這些東西做的嘛 像這一瓶呢也非常好 這瓶更是在那個rum rating網站上面 得到了8.6的高分 哇真的是 而且這瓶真的很厲害 我很多喜歡喝烈酒的朋友呢 因為我這個真的是隨便買的 我就是試喝覺得實在是 驚為天人太好喝了 我就直接買了 買了之後呢 我就PO到我的朋友圈上面炫耀 沒想到很多懂烈酒的小夥伴呢 就跳出來說 哇你哪裡買到這一瓶的 太厲害了吧 這瓶真的很棒 65度 非常非常烈的狼母酒 這應該也是我喝過65度的烈酒裡面 最好喝的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烈 所以它很辣 它喝完之後呢 辣完之後呢 是非常薄荷味的感覺 就是你喉嚨會感覺涼涼的 真的非常棒 如果大家買到的話 可以去買一下 但是價格也是不便宜 應該有 四千台幣嗎 這兩瓶應該都是三四千台幣 所以呢這才叫做狼母酒 各位 我覺得我非常推薦狼母酒 但是中低端的就不要買了好吧 可怕的味道我真的 嗯希望大家不要嘗試 還有叮嚀一點 有很多台灣新聞 居然標題上面寫萊姆酒 這個萊姆酒跟狼母酒 是不一樣的好嗎 藍姆酒跟狼母酒 只是台灣跟大陸的翻譯不同 都是Rum 但是萊姆酒呢 是Lime 你知道嗎 那個水果Lime 做出來的利口酒 叫做萊姆酒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大家不要搞混了 立陶宛的那瓶酒呢 台灣的小夥伴 我也是建議就 好除非你特別想要紀念這個事件 那如果你是單純的認真想喝酒的話 我覺得就算了吧 這個想喝酒的話 可以跟我一起喝一些好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會不會錄到她的聲音啊 我沒辦法了 對不起各位 因為我養貓了 所以呢 她能在旁邊自己玩她的鈴鐺 已經是謝天謝地的事情 沒有什麼突然跑到這邊 然後把我的攝影機給打掉 我就已經很欣慰了 所以可能會聽到一些鈴鐺的聲音 我就 盡量吧 清亮吧 你喝醬汗 然後你喝酒